第四季網球挑戰賽 在第三盤比賽中 沙利納威廉斯暫時領前度6比5 轉場後輪到沙利納威廉斯的發球 如果他能夠有機會迫和他 現在是沙利納威廉斯的發球 第一盤他輸了給沙利斯3比6 第二盤贏6比0 猜不到第三盤 兩個球手打得非常緊湊 開始的時候沙利斯落後1比3 一直追上來 曾經領前到4比3 沙利斯很可惜 在第三盤的第十一局 就是被對方打破多一次的發球局 現在落後就是6比5 又一個A球 30比1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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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可惜 沙利斯在起板的过程中 迟了一点点 变成了那个波 是按回转到场区里面 打出界外 40比15 沙利纳·威廉斯的Match Point 沙利纳·威廉斯的Match Point 去到很深和很阔的角度 沙利斯成功地取得这分球 看看可不可以打破到沙利纳·威廉斯的法球局了 如果沙利纳·威廉斯开不出一个A球 这局局就会有危险 哎呀,刚刚好 看到沙利斯的球球推得很斜 也拼得很尽 连追三分 反过来转到沙利斯一个破法球点 沙利纳·威廉斯一定要处理好第一法球 现在他的第二法球 威胁性自然没有那么大 好,推到太深了 沙利斯的球球打失了 再次Dios 好漂亮 看到沙利斯推开了沙利纳·威廉斯在场边以外 接着再推回直线球 虽然这球球的角度拿得不太好 但是也是打得很深 变成球迫了身之外 令沙利纳·威廉斯打失了 变成球迫了身之外 双错五球 送了这局球给沙利斯 两位球手在第三盘比赛打得非常激烈 要这个的决胜局来分胜负 决胜局就是采取七分制的 看到沙利斯一个很有斗志的球手 在落后的情况下 猜不到他都可以追上来 因为这局球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落后1比3 一直追上来 追到现在 落后6比5的情况下 都追到6比6 现在要这个决胜局来分胜负 现在是沙利纳·威廉斯的发球 他要自己小心处理他的第一发球 19岁非常年轻的球手 好 一个的双错五球 送了分给沙利斯 沙利斯在这个决胜局 暂时领前2比0 在决胜局里面 每一分对两位球手都非常之重要 哎呀 真是可惜 看到他手紧了一点 球迫得太近了 想打一个直线球的时候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抽失了这球球之后 沙利斯领前到3比0 决胜局 连到沙利斯有点紧张 他自己都少少口 一个的双错五球 送回分给他3比1 很漂亮 一个斜角一个直线球抽击 沙利斯成功地得分 领前到4比1 4比1 看看这些球球的慢动作 很漂亮 5比1 好 落后到5比1 每6分双方就会是转场的 这个决胜局 转场之后 继续轮到沙利比赛的成绩都不错 曾经拿过三项的 女子网球巡违赛的冠军 哎呀 又是心急那一头 尤其是打这个决胜局 每一分都一定要练得很紧才有机会 沙利斯领前到6比1 只要他能够得到1分 就可以赢了这场赛事 好 结果沙利斯领总盘数2比1 现在击败了沙利纳威廉斯 获得这个女子网球挑战赛的冠军 那两位球兽 今天来说都表现得非常之好 大家都尽各尽所能去比赛 那我们休息一会再欣赏他们的颁奖 那就是沙利斯 这位外表美国是打这个奥运 是拿了这个第三名的 拿了一个同名的